如果幸福感爆棚的朝鮮 希望和韓國的邊界 給人民群眾之後出入 你覺得會怎樣? 不過這期說到肥仔的名字都封 我們換一個地方 今天來講一下柏林圍牆 如果你去德國柏林旅行 柏林牆這個景點一定會去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畫廊 柏林牆是怎樣來的呢? 來二戰的時候 有幾個德國被美國人和蘇聯打爆了 整個德國被英國 法國、美國、蘇聯 好像月餅一樣支架了 一開四 四個國家一人控制一部份 到了1949年 無料到的法國和英國人 就被人踢開了 曾經德國變成了兩個國家 西德和東德 分別是美國佬話士和蘇聯佬話士 到了50年代 美國佬話士的西德經濟開始復甦 或者不可以用復甦來形容 簡直是復活 西德那邊有美國佬幫康扶持 加上德國佬又勤力 變成整個歐洲的學習榜樣 而東德那邊雖然我一都有共同信仰的 蘭英蘭弟等他扶持 不可能像美國佬那樣玩的 所以在經濟上 西德和東德就好像改革開放之前的香港和深圳 那時候幾多人不懂得游泳 都拼命過去香港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幾十萬東德佬就可以走到西德那邊生活和賺食 那些人不斷走不行的 東德政府為了不讓這班傢伙走過去 上邊界就搞了一堆鐵絲網出來 又埋地雷又派人巡邏 想走路?沒那麼容易 雖然其他地方走不了 但柏林那裡有有個革 之前四個同盟國控制德國的革 這個城市被四個大佬評分 這人控制了一部分 所以當西德和東德出現的時候 東柏林和西柏林也有出現了 那多人在柏林裡面 是沒有任何的麥理上的屏障 分架一下這個城市 所以東德和德的路可以坐巴士 甚至是踩單車 或者是步行過去西德 其實地區的人過去西德是要排雷的 但八林過去西德 好像是郊遊 這個地方變成了東德魯口中的 叫做自由之路 短短十年 超過350萬的東德魯 大概佔東德人口的20% 全部都走過去西德 走盲流過去 都算了 但年輕的 受過良好教育的 都走過去 年輕人很容易哄 過去生活好一點 最重要是對面有自由 年輕人最重要是 頭可斷血可留 不搞信仰都要自由 但在1961年8月13日 走不走 一排排的士兵 把這條自由之路擋住 然後駕鑽鐵絲網 然後開始建一條幾公里長的柏林牆 大家想去東柏林旅行 不是不行 但有要求的 那些要求很刻薄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達標 這幅新建出來的柏林牆上面 裝滿那些 蟑螂都照得到的那些 探照燈 又有警衛塔 又有士兵的日巡夜巡 誰企圖非法走到對面的話 就開張掃 這幅一封 封了28年 令很多家庭分離了28年 這就是柏林牆的由來 來到1989年 蘇聯最美任的領導人 戈爾巴喬夫 玩社會改革 這個人不知道是否美國的針 我們要放棄以前的 壓迫性政策 開放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對話 要尋找民主自由 一開放對話 一班水深火熱 看著對面吃香喝辣的東德人 因為不搞工 所以一日到刻遊行示威 一開始有幾千人 後來有幾萬人 最後變成了幾十萬人 我們有言論自由 我們有行動自由 即是出國旅行 例如去西德 當時旁邊的匈牙利 捷克 又開始放寬邊境法 所以一大堆東德人流亡過去 說自己是難民 你以為他們去旅行的 去定居的 但其實呢 他們走去當地的西德大使館 說我們是自己人 你看我們德文多厲害 大愛西德 這班所謂的難民 超過四萬多人 於幾十萬人遊行 放寬了這個高壓政策 警察沒有收到這個制壓通知 整個東德就開始失控了 我要自由 我要旅遊 政府開始害怕了 不如我們上一順民意 開放自由行 否則回家也回不了 於是在1989年11月 當政府起好了一個 稍為比以前寬鬆些的出國政策 準備開放邊界 所有人都可以無條件申請出國 即是去西德 但要經過審批 所謂的要求 就沒有以前那麼多 但批不批呢 就不一定的 即是玩文字遊戲 而且呢 從起草到定稿 到宣佈 不夠一天的 打算快點平息一下文怨 但誰知道 在法國會宣佈的時候 發言人被人問 那條生證 何時可以實施呢 這個人呢 愚蠢的樣子 做發言人都不看清楚 那條生證 即時生效 即時生效 但其實呢 這條生證呢 是說 第二天呢 開始接受申請 當時呢 是11月9號 6點53分 發言人都這麼說了 上了電視了 不真也要真的了 美聯社呢 立刻做事 7點05分呢 就發電報 東德開放哪一屆 那些東德人呢 看完新聞 試探性地走到柏林圍牆那邊 看看是甚麼環境 那慢慢呢 就越來越多人走過去了 沒有啊 沒有這樣的事啊 沒有開放啊 怎知道呢 在10點42分 一樓電視台的主持呢 不知是否收了錢做事啊 然後在一個廣播裡說呢 拍攏牆已經打開了啦 大家可以自由出入 但其實呢 根本沒有這樣的事的 但就因為他這番話呢 幾萬個東德人呢 收到風走過去 說聽到新聞說啊 他就可以過去了啊 這樣 當時守衛呢 只有幾個人啊 喂 我們沒有收到風啊 但是幾萬人圍住啊 怕啊 好漢不吃眼前規啊 開門啊 就是什麼人用了啊 就這樣啊 柏林圍牆呢 就打開了 無數的東德人呢 湧去西柏林 那28年歷史的柏林牆呢 就這樣收了皮 一年之後呢 兩個德國呢 是統一化的 而柏林牆收檔呢 也是被人認為是冷戰結束的 標誌啊 有重大意義的 你說從高爾巴尼夫放寬這個高壓 到群眾示威 到起草文件 到宣布可以出國旅行 到有人在廣報道說 福祥村這個洞可以走 這一年串的東西 有沒有陰謀成果在裡面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1987年 美國的里根總統呢 在柏林建成 七百五十周年的活動裡 發表演講 呼籲這個江曉巴喬夫 推倒柏林牆 兩年呢 就倒了 而且呢 是這樣弄倒的 值得試試試 下次見 拜拜